我给大嫂做冰公主同款美甲 蓝色我涂 我给大嫂做秦公主同款美甲 粉色我涂 哇塞 我没喜欢这个颜色 我给我的大手宝宝 贴上最漂亮的七彩贝壳和花朵 好漂亮的贝壳和花朵啊 我一定能成为最漂亮的大手宝宝 小雪 我也想成为最漂亮的大手宝宝 别担心 我来给你贴上小朋友们都喜欢的小兴兴和糖果 再给你带上一个爱心菜气 哇塞 我比小贝的大手宝宝漂亮了 怎么可能 我也给大手宝宝戴上钻石戒指 小贝 我还想带一条钻石手链 可以吗 没问题 钻石手链我带 哇塞 好水亮啊 小雪 我也想要 小雪 你的大手宝宝真是个雪人精 才不是呢 大手宝宝 我来给你带一个花朵手链吧 真难看 还是我最漂亮 我说明明我也很漂亮 等明天比完赛就知道 我们谁才是最漂亮的大手宝宝了 我的大手宝宝怎么变成了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 小雪 你别装了 肯定是你怕我的冠军故意把我大手宝宝的装饰都拿走了 我才没有呢 最美大手宝宝比赛开始 我给小雪的大手宝宝打100分 给小贝的打0分 我也给小雪的大手宝宝打100分 给小贝0分 我不要0分啊 到底是谁拿走了我大手宝宝的装饰 我也来参加最美大手宝宝比赛了 这不是我给大手宝宝的装扮吗 希娜 原来是你拿走了我给大手宝宝的装扮 小贝 你在说什么呢 这可是我自己装扮出来的 没想到 一眼就被小贝看出来 这给大手宝宝的装扮是她的 不过 我才不要挑战呢 我就说是我的 反正老师也不知道 老师 希娜的大手宝宝装扮是我的 你胡说 明明是我自己装扮的 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小朋友们 希娜大手宝宝的装扮是小贝的吗 如果是的话 大家就发送666告诉我 可恶 大家可不许发送 我们给米饭充电 我给青菜充电 我最讨厌吃青菜了 我才不要给青菜充电呢 是我最喜欢的炸鸡汉堡 我要充电 炸鸡汉堡是垃圾时期 我还是不要充电呢 我给牛奶充电 牛奶多难喝啊 我要给可乐充电 糟了 我们没电了 充电结束 小雪小贝 等你们恢复电量以后再来给食物充电吧 我的电量满了 我的电量满了 奇怪 小贝怎么没来 小雪 小贝生病了 而且他的电量没有恢复 所以不能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忆之境 我吃 小贝姐姐你家有好多炸鸡汉堡啊 防食物充电就能无限吃 所以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大宝熊妹我请你们吃 我妈妈让我回家吃饭我就不吃了 我刚刚吃了两个已经吃不动了 小贝 出来吃饭了 天哪 家里怎么有这么多炸鸡汉堡 妈妈 我才不要吃饭 我以后去吃炸鸡汉堡 我们去看看小贝吧 小贝 我们来了 小雪 你的电竟然回马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充电的食物 比如蔬菜 牛奶都很有营养 所有的电量才会很快回复 回忆之境 原来是这样 小贝 你不能只吃炸鸡汉堡 更要吃健康的食物 好吧 鸟鸟鸟鸟 过头上的电量果然恢复了 谢谢你小雪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挑食了 更不会只吃垃圾食品 等我好了 也要去给蔬菜充电 小朋友们 你们吃饭时也不要挑食啊 一定要多吃蔬菜 我们下期见 我在鱼缸里加水桶 我在鱼缸里加宝石 我在鱼缸里加珊瑚 我在鱼缸里放鲜花 我在鱼缸里放海水 海水 真难看 我要在鱼缸里放果汁 美人鱼宝宝 快来选鱼缸吧 我要选小雪的鱼缸 我硬要选小雪的鱼缸 我的鱼缸这么漂亮 这样没人选 小贝姐姐 我选你的鱼缸 还是小妹有眼光 小雪小贝 你们一定要照顾好美人鱼宝宝啊 我的美人鱼宝宝怎么晕倒了 不对 我的美人鱼宝宝怎么变成熊妹了 小雪姐姐 大宝哥哥和新娜姐姐都在小贝姐姐那里 小贝怎么把我们的美人鱼宝宝交换了 小雪姐姐 我好难受啊 熊妹 我会照顾好你的 小雪姐姐 我想吃汉堡和棒棒糖 熊妹 不行 你应该吃青菜和水果 才能恢复体力 可是 小贝姐姐每天都让我吃炸鱼汉堡 还在鱼缸里加果汁 什么 小贝怎么能这样的 难怪你会不舒服 小雪小贝 你们把美人鱼宝宝照顾的怎么样了 我的美人鱼好着呢 小雪 熊妹美人鱼怎么没有长大 小雪 你肯定没有好好照顾美人鱼 好啊小雪 我要惩罚你 不是这样的 小朋友们快发送依依依告诉精灵仙慈 小朋友们都在发送依依依 难道 是我误会小雪了 精灵之力 我还是想让小雪照顾我 我也是 精灵仙慈 小雪姐姐对我很好 我是因为小贝姐姐她长不大的 熊妹 你胡说 让我看看就知道了 小贝姐姐 我不喜欢浴缸里的果汁 我的皮肤好难受 熊妹 这样才特别呢 好吧 小贝姐姐 我饿了 给你吃汉堡 可是小贝姐姐 我想吃水果 哎呀麻烦死了 你就吃干饱吧 好吧 小妹 你今天的午饭还是汉堡 喵喵喵 熊妹怎么晕倒了 有了 我把我的美人鱼宝宝和小雪交换 这样大家都会以为 是小雪不会照顾美人鱼宝宝了 原来是这样 小贝 你这是太不负责了 难怪 大宝美人鱼和西娜美人鱼也晕倒了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这么对待美人鱼宝宝 你们能原谅我吗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原谅小贝姐姐吗 评论区告诉我 妈妈总是凶我 我要用辣椒当妈妈的嘴巴 我妈妈是好妈妈 我要用香蕉当妈妈的嘴巴 用葡萄当妈妈的眼睛 我妈妈才不是好妈妈 我要用榴莲当妈妈的鼻子 我要给妈妈带好看的卷发 小朋友们 王后妈妈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你们还记得吗 谢谢小朋友们 我用黑色的紫菜当妈妈的头发 哼 坏妈妈就应该是光头 我给妈妈穿公主裙 我就给我妈妈穿乞丐装扮 小贝你这样装扮妈妈就不能恢复原样了 我才不管的 我妈妈是坏妈妈 不能恢复更好 小雪 你装扮出的妈妈合格 精灵之力 小贝你装扮出的妈妈不合格 如果明天还不能装扮出妈妈 美丽阿姨就永远也变不回来了 哼 我才不管的 我讨厌妈妈 妈妈只喜欢我妹妹 根本不喜欢我 妈妈 我想去游乐园玩 好 妈妈带你去 妈妈 我也想去游乐园 小贝 不行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哼 想着出去玩 妈妈别急 我讨厌妈妈 天黑了 妈妈怎么还不回家 我要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 你快回家吧 我一个人对家好害怕 小贝 妈妈今天有事太忙了 实在是回不去了 你就自己在家待着吧 妈妈 我好想你 姐姐 妈妈在凭我做很重要的事 先过来 妈妈根本不在乎 只在乎妹妹 所以我讨厌妈妈 小贝 我记得美丽阿姨很爱你呀 小贝 其实是这样的 小小贝 今年我们一起 给姐姐准备生日珍惜 好 小小贝 你可不能提前告诉姐姐 白心白妈妈 我一定不说 明天妈妈 就假装带你去游乐园 我们一起去给姐姐买生日礼物 好的妈妈 什么 原来 是我错怪了妈妈和妹妹 精灵之力 小贝 快把美丽阿姨 装扮成原来的样子吧 这样她就能变回来了 我这就重新装扮妈妈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应该怎么装扮妈妈呢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不顾 我更想装扮了 我更想装扮妈妈妈 就要帮她